他後面一定發更大的糖果嘛 骯髒選骯髒贏 結論是什麼 贏 是贏啊 對 那行的 我要贏啊 我要勝選啊 那你罵我啊 你笑我啊 我就是要贏啊 你們國民黨有這個決心嗎 有這個毅力說我就是要贏嗎 你以為民進黨每個派系 都服賴清德嗎 很多人討厭賴清德 但是我們贏了正在分東西啊 這民進黨令人感動的地方在這裡 國民黨怎麼學都學不會 請問大家 當初郭台銘承諾全力支持侯友宜 他有做到嗎 郭台銘他是信用破產 郭台銘想要把侯友宜幹掉 回國民黨代表國民黨參選 沒有這種可能 投資我們的下一代 其實所有的公共政策 都可以討論的 但絕對不是像這樣子 由上而下 就這樣一夕之間突然的宣佈 所有的校長也是滿頭問號啊 專家學者 校長他們討論了 高中值免學費 力推了九年了 可是教育部都說 沒有錢啊 沒有想到是陳建仁他一開口 教育部馬上就變得 可行了 我們來研議 好從2014年就有高中值免學費 但現在差別在於取消排富 當然這一差的話 教育經費明年就會變成破3000億 全教總的看法是說 其實沒有必要 因為你幹嘛去幫富人來繳學費呢 我們要請教輝文 如果有必要的話 要取消排富的話 那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奇妙的是 民進黨你這七年為什麼不做呢 你到了選前突然說要做 好如果真的財政不困難的話 那乾脆嘛大學全都免學費啊 為何會被政府就這樣卡了九年呢 剛剛鄭麗文委員說得非常清楚 那我旁邊還有施老師 跟大献兄兩位專家 那比較專業的我就留給他們 但是對這個民進黨的 這個政治的動作 觀眾朋友你是在意料之中 還是在意料之外 我相信很多大家都意料之中嘛 民進黨當然大傻幣啊 這種行政資源 拿老百姓的錢來傻 誰不會呢 好所以今天很高興又遇到大謙兄 在2020的總統大選 韓國瑜的貼身幕僚之一啊 就是孫大謙 我才不打算把這個秘密帶去棺材 你也好了 這是孫大謙 所以孫大謙他很清楚 民進黨他是怎麼骯髒選骯髒贏的 他敢骯髒選啊 那你說這個骯髒嗎 負面選戰我們第二段那樣 他這個是正面選戰啊 我請問你誰敢反對 我反對啊 因為我沒有小孩 然後呢我不缺選票啊 我沒有選舉 我當他反對啊 但是誰敢反對 沒有人敢反對啊 這種骯髒的選法 我相信大謙兄心有欺欺啊 觀眾朋友你要思考的 也是鄭立文委員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黨政事 他在大選半年前 他就出這一招了 他後面還有什麼招啊 他後面一定發更大的糖果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說這個學費什麼的 減免什麼的補助什麼的 後面一定還有更大的東西 要拿出來砸 這一點 當然這個問題 剛剛鄭立文講的 我非常同意 但是觀眾朋友我欣賞的是什麼 我欣賞的是民進黨的態度啊 就是我剛剛跟大謙兄在講 就說骯髒選骯髒贏 結論是什麼 贏啊 是贏啊 對 內行的 內行的 就是我要贏啊 我要勝選啊 我用各種悲戀 你罵我啊 你笑我啊 我就是要贏啊 但是你們國民黨有這個決心嗎 有這個毅力說我就是要贏嗎 我贏了再說啊 你以為民進黨 每個派系都服務賴清德嗎 這施老師是專家 很多人討厭賴清德 但是我們贏了再分東西啊 這民進黨令人感動的地方在這裡啊 國民黨怎麼學都學不會 就還沒有研究說我要東西 我要這個 我要那個 你可不可以選後再來分呢 他就是勝選第一嘛 先當選再說 這一點我真的 這個手段很糟糕 大撒幣這個我當是譴責 可是觀眾朋友我欣賞的是民進黨這種 民進黨很會選啊 民進黨很會選舉 他不會執政 不會執政沒關係 我會選舉就好了 因為我只要會選舉 我贏的選票我就執政啊 執政被你罵也沒關係 不是這樣子嗎 關於這四年你還瘦不夠嗎 叫你排口罩 排疫苗 排快賽 排忌彈 賴清德 民進黨還是領先啊 我們這麼喜歡被虐待嗎 你都覺得民進黨做得很不好 東風飛彈都打到頭上來了 解放軍都軍演 海下中間都不見了 你還是覺得民進黨 好像做到不錯 這個原因是什麼 這是國民黨的朋友 特別要去思考的 我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這個網路的爆料 說有清郭立委爆料 因為國民黨的立委 這有三十幾個 我已經先排除鄭立文 不可能是他 這個應該不是你啦 應該不是你才對啦 他說郭台銘九月要回黨 然後呢要操作什麼 要操作這個喉下鍋上 都已經寫的 跟劇本都寫出來了 那我請問大家 當初郭台銘承諾全力支持侯友宜 他有做到嗎 我拿證據給大家看 你看昨天侯友宜講什麼 他說 以多次透過關係聯繫郭董 什麼意思 侯友宜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找不到郭董啦 如果這樣說我今天要找孫大謙 我不是電話拿起來就找孫大謙了嗎 我幹嘛還要透過鄭立文去找孫大謙 你嘛好了 還要多次聯繫孫大謙 大謙兄對不對 我要直接爛你就好 那打電話 我還要多次聯繫郭董 表示什麼 表示徵召結束了一個月之後 侯友宜還是找不到郭台銘 那回到我剛剛講的 來 觀眾朋友 那他有權力支持侯友宜嗎 侯友宜也找他都找不到 那我就告訴大家 這結論非常簡單 還是郭台銘他是信用破產 所以主持人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我當然知道國民黨有少數幾個人 他是想要這個還是在繼續搞破壞 但是為什麼我把這個話講得這麼難聽 就是說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徵召一個月之後 郭台銘他就是透過黃黃琴的放話 他並沒有團結 他是在扯侯友宜的後腿 他是置外於國民黨 置決於藍軍 所以郭台銘如果你要獨立連署參選 我沒有資格反對 當然我是不會幫你連署 你就去連署 你有本事你就去連署 你自己獨立參選 但是郭台銘想要把侯友宜幹掉 回國民黨代表國民黨參選 我以一個不是國民黨的評論員的身份獎 沒有這種可能 也沒有這種事情 大家能接受嗎 對不對 郭台銘這是你自己判斷錯誤 如果徵召侯友宜之後 你馬上跟他同框 你馬上全力支持他 侯友宜這一個月你馬上就說 我這個侯兄 我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我全力幫助你 那今天我這個話我講不出來 這一個月你做什麼 我不是說侯友宜民調低都是你害的 侯友宜要負最大的責任 但是郭台銘在那邊 三應風點鬼火他沒有責任嗎 跑去找柯文哲看台 然後講一些什麼 我這個台灣需要什麼地方 你搞完了沒 我當初我就非常的反對 國民黨的徵召列入郭台銘 可是你們這些人就是 不是你們了 他們那些人就是不聽 結果搞成現在這樣子 又再次的開花 又再次的突出 這個我必須講 就侯友宜自己要努力之外 這個是國民黨現在 這個選情不好的 郭台銘他有部分的責任 所以你現在跟我講說 郭台銘再回國民黨 沒有這種可能 那這個事情是誰造成的 我必須很公允地講 主持人這我的結論 是郭台銘自己造成的 這怪不了別人 開花一個人 哪有變成的 國民黨先來 去那邊 今天我們要找我 我們來 我們來 個市民 各個市民 都每次都從 都來 都來